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乐彦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三下午的3点08分 跌48点 今天行情很混 最近这段期间以来最混的一天 大部分时间都在涨40点 跌40点 内容里面混来混去 混来混去 今天上涨加速618加 下跌加速295加 平盘69加 大概三分之二的股票涨 三分之一的股票下跌 台积电今天跌了4块钱 跌4块钱的台积电 占加权指数 占了33点 所以大盘跌48点里面 如果把台积电33点给拿掉的话 那其他所有股票炸总起来 也不过才跌15点而已 所以很显然的 今天市场大家都在等 美国今天晚上到底是要升几码 美国晚上升息 这是全球瞩目以待的重要事情 6月14 6月15 那昨天美国股市的部分 跌是也很明显出现缓和 道琼原本涨170几点 那最后收盘跌151点 没有再像前几天动不动就800点800点的跌 纳达克昨天涨0.18% 费特曼提涨0.64% 都有停下来在等最后答案的结果 你要说行情会领先市场反应 所以美国股市连续三天跌了2500点 把原本上涨的全部都吐掉了 那到底升两码还是三码 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于两码 但市场预期比较偏升三码 因为行情会说话 行情已经跌成这个样子了 代表大家认为升三码可能性是比较高的 所以最后发布出来 如果真的是两码的话 那美国股市会大涨 所以今天晚上美国股市的一个 最后利率的发布要特别注意 欧洲股市目前刚开盘 亚洲普遍还是跌 今天澳洲跌1.3% 南韩跌1.8% 南韩最近很弱 南韩最近一直在破底 这么管理大家应该知道 南韩自己内部也在大罢工 也在争取劳工的权益 也在大罢工 这个大罢工影响很多 包含整个运输 码头 甚至于钢铁 很多产品都受到影响 很多行业都受到影响 所以国内正在动乱的时候 股市跌 这个都正常 今天日本股市也跌了303点 因为日元一直在贬值 让日本股市也形成很大的压力 今天反而最强是大陆股市的部分 大陆股市已经连续涨两天了 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所以今天晚上美国股市如果升息的话 如果真的只有两码 那么美国股市一定会大反攻 所以今天也要注意 今天晚上要注意 台北股市的部分 我跟大家讲过 14天的周期 大循环器3天 小规律小波段 14天的倍数 所以这次到第14天之后 压回来 到今天是第11天 到今天是第11天 那这个平台守住 平台守住 相对还是强势 所以 以 今天是第11天来算的话 压回来春最后三天的时间 后面剩下最后三天的时间 所以最后三天时间 你要布局的 你要减便宜货的 压回来三天的时间 千万一定要注意到 时间点 转折时间会落在下礼拜的时间 每天都提醒你 要注意 今天其实最强是在哪里 有没有看到 沪深2X 大涨9% 上阵2X 两倍涨跌幅的ETF 上阵大涨9% 因为这两天 美国财政部 已经在讨论 赶快要把加租在 输往美国的中国商品 加增关税要赶快给拿掉 这个动作 应该最近就会通过 所以大陆股市 已经开始很明显的在反应了 那其实 这几年来 对大陆增加的关税 到最后几乎都反应在 美国老百姓的物价上面 所以说 你要押物价 其实 升息不是唯一的方法 还有很多的工具 关税的部分 你只要把那个部分给拿掉 马上物价普遍就下去了 还有其他的手段 还有其他的手段 美国他是尽量不想去动税的部分 他如果愿意舍得 去动税的部分的话 不要说把中国家增加的关税拿掉 那个是小部分 那个影响有 可是还不是关键 不是杀手键 其实美国他们可以去调查 今年哪些商品的涨幅 是最高的 涨幅最高的商品 直接把它进口关税 比如说三个月之内或半年之内 关税直接变成零关税 这是最釜底抽薪的方法 把涨幅高商品的关税 直接拿掉 那个影响才大 因为有些光品 商品的关税 20% 30% 50% 甚至于一倍的 那个直接把它拿掉之后 他们国内物价直接就下来了 对 你定个期限 比如说三个月或半年 把涨幅最大的商品的关税 直接暂时豁免 那物价马上下来 只因为美国自己本身负债太高 所以他对于关税的部分 他比较不想去动 可是你一时半刻的杀手键使用 都可以的嘛 美国很多富人 他们都愿意增加 他们的税收给政府 很多人都有表态了 所以你提高富人税 来平衡这边的税收 对于总税收的收入 其实还是能够达到平衡的嘛 所以说升息不是唯一的手段 目前美国一直都还在升息上面做打转 其实那是下下策 不是最高端的一个做法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最强 我来看这边有没有 因为最近网路都有点卡卡的 所以不怎么想开网路 因为开了整个画面的进度 就会受到干扰 今天大陆中原海运 盘中大涨8% 收盘收大涨5.6% 因为上海恢复正常运作之后 货物的运输也恢复大概 已经快到95% 96%了 所以货物赶快赶着出口 对于运输的流量也大幅的增加 加上如果美国把增加 大陆商品关税的部分给拿掉的话 那也有利大陆商品输往美国 所以对于航运股来说 都是利多的 首先中原海运大涨5.6%收盘 长龙阳明今天量反而矩起来 昨天有10万张 今天长龙变8.7万张 阳明昨天最强 起3块钱 昨天成交量47000张 今天降下来34000张 仗起3块钱你6块半 虽然破洞影响不大 可是很可惜的就是 国际海运股利多就涨 利多就涨 那我们海运股一直都闻风不动 一直在相形整理 可是跌也跌不下来 跌也不跌不下来 这个还是需要大胆的挹注 所以到时候整个大盘开始供的时候 资金开始回归 长龙阳明会不会成为重要标的 资金流露的焦点 要特别注意 要特别注意 我最近一直在跟大家谈 美国台湾的经济的部分 对不对 因为一直谈现行 没意义啊 没信心的人也是没信心 没信心的人还是没信心 所以最近我跟大家谈 从5月营收来看 今年台湾的经济 但上市贵公司并不代表全部 可是上市贵公司 它的贡献比重是最高的 所以上市贵公司对于台湾经济的影响力 至少占了快70% 只有这么70% 5月是历年来最好的5月份 今年前5月是历年来最好的前5月 所以代表国际之间虽然有很多的波动 台湾其实受干扰没有那么的重 台湾今年一样有很好的成绩 所以当一切回稳之后 台北股市的板工也会来得最强 那我今天再另外跟大家谈一个东西 这一次年底的大选 投票日已经确定了 这次县市长选举县市议员选举 投票日11月26日 投票日11月26日 11月26日你要去想一个问题啊 有参加行情吗 每当遇到选举年的时候 对于执政的一方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政绩 你能不能拿出你在任内做事的政绩 有利的地方 那你看今年以来国内物价也是涨 虽然没有像美国其他国家来的那么多 可是物价涨大家都感受到怨声载道 疫情现在也一团乱 对也压不下来也一团乱 所以国内目前 整个虽然说整个上市贵的营收 是特别强的 可是股市又跌了3000多点啊 所以最后在打选战的时候 会不会有选举行情 你去想这个问题 11月26日 今天是6月15日 来到15村差几个家 剩多久 7、8、9、10、11、春五个家而已 剩下最后五个月的时间 目前已执政的当局 疫情也还压不下来 物价也一直在涨 对 那加上疫情所造成的很多行业 也受到营运上的干扰 所以最后的杀手键 剩下股市的部分 会不会利用股市下去运作 来创造选举行情 来拉抬民意 你去想这个问题 在我全套技术分析课程里面 时间密码的课程里面 选举行情五部曲 有五个阶段非常准 时间到就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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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太早讲 你记不得了 等到时间开始接近的时候 我再来跟大家谈 你有兴趣你再来听 听完之后 你就可以把整个 选举行情的过程画出来 我应用了20年 每一场大大小小选举 准确率都百分之百 我这样讲 你可能还是在打问号 那以前我其实已经讲了 十几年快二十年的 选举行情 你只要有听过任何一场的 你应该都知道 但很多人听完之后都忘了 当时的有阻有阻有阻 然后过完之后又忘了 没关系 等时间到的时候 我再开课告诉你们 我再跟大家谈 你去想有没有选举行情 剩下五个月时间就要选举了 所以后边春最要三天的时间 最后三天的时间 一定要特别注意 最后三天的时间 一定要特别注意 我们来看一下电子股的部分 因为今天市场资金 成交量2236亿 主要资金还是在电子股的部分 占了57.2% 台积电 间跌4块钱 台积电今天也回稳了 回来起涨点 这里是505 这里是507 505 507 其实已经到处了 你如果想要 操作台积电的话 我个人认为这里的价格 其实都是好的进货区域 你不要想说我要买在最低点 不可能啦 让你买到有时候 运气成分也是蛮高的 相对价格 相对区域就可以了 那联电间是上涨的 联电间原本一度 涨了八毛钱 收盘回到平盘涨0.05 你看联电相对都比较强嘛 这波台积电 从505涨到560 正好涨了55块钱 55块钱大概是涨了11%左右 那涨了11%又回来起涨点 联电是涨了21% 联电涨幅是台积电的double 那压回来49块钱 从52.7压回到49块钱 跌了3块7 3块7大概是跌了6% 涨21%跌6% 台积电是涨了11% 跌了11% 所以两个比较起来 所以之前有告诉你们嘛 领先落底的一定会比较强 跟大盘同步在5月12落底的是最弱势的 能够领先在4月27 或者4月12号见低点上来的 是最强的关 涨的多回的又少 所以两项比较之下 台积电的关键性当然是无法取代 可是后面的爆发力联电 还是相对会比较强 因为台积电除了基本面以外 被很多法人都拿来当工具用 因为从台积电来控制指数最直接的嘛 是最立竿借银的 那联电的影响就没那么大 联电我给大家看过 格局看大一点 它的一个本益比 至少都会落在15倍到17倍 高标本益比至少都会有落在30倍 所以联电今天美股获利如果7块钱来算的话 这后边都有大空间在的 后面都有大空间大航行在 所以这两天你如果想要买联电的话 这两天的落底要特别注意 没充多多啦 不会多低啦 瑞光其实情况跟联电差不多 瑞光这次也很强 上去之后来到前高 然后就下不来了 那大盘跌1000点 你说它不跌也不可能嘛 对不对 大盘短短在这11天的时间里面 跌了1000点下来 其实九成的股票都跟着下来 只是跌多跌少 弱势的回到起涨点 强势的压回幅度不大 你看瑞光这次从105 今天回到100块钱 5% 嗯五%而已啊 没有台积电回的那么多 那瑞光相对现行也是比较强的 较强的 只是营收没有创历史新高 没有创历史新高是正常的啊 瑞光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创历史新高 目前在淡季 在淡季中 营收比去年成长27% 也写下历年来最好的5月份 这是很好的营收数字 今天联发科 涨了8块钱 昨天跌到866 我们860元下去买 差6块钱没买到 昨天尾盘就拉回来 剩下小跌7块钱 今天最高893 893一度涨了13块 收盘涨了4块钱 联发科的表现也是相当强 联发科也是领先落底 底部完成 所以不会把他抠下 我就一直在提醒联发科联发科 一度涨到935 935这次压回来 平台价格要注意 想要操作联发科的 平台价格要注意 联发科的指标意义更强 它会带动IC设计族群 会带动高价股族群 所以这几两个股 就是未来三天 当大盘确认反转之后 带动大盘攻击的指标股 一定在这几基的 长榮 阳明 台积电 联电 联发科 这五基最重要 今天反而高价股基板的部分 你看星星大跌9% 说还要跌停板去 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讲 不是一直看现行 你要从本质的部分 去了解每一家公司的价值 股价是炒过头呢 还是股价是严重低估 你从价值出发 你可以看到更深层的一面 现行只是记录 价格波动的过程而已 它有一定的参考性 可是不是绝对的 你看景硕间 大盘还跌48点而已 达到快跌停板 那价格就太贵嘛 虽然说整个基本面还在成长 对 探8块 起到250块 平比30几倍 平比30几倍 太贵了 那现在修下来之后 慢慢的会接近它合理的价格 对 今天高价普瑞也跌了45块钱 那联勇细创 今天细创跌3块钱 细创要注意 给大家看过 在整个周期的部分 联发科我就不重复了 联发科法人预估1200 跟我的看法其实是接近的 那细创100天的周期 结束之后 先击涨一波 先击涨一波 那现在又回来起涨点了 那整个时间还是在上涨50天的周期 明天要开法说会 明天法说会会关键影响到 它未来后面航行的走势 这在的梨子是都很熟的 平均也是只有四倍的平均而已 联勇也是反复的打底 联勇也是反复的打底 目前在300期这附近 300期附近也是底部区域 有兴趣的这些价格都可以参考注意 有兴趣的这些价格都可以参考注意 我们前两天 连续两天 323元都通知会员买进 今天一下子涨到332元 这些价格 今年全球电脑销售成长幅度最大的 就是华硕 第一季全球PC的销售 衰退了10% 可是唯独华硕 是逆势成长20%的 苹果是成长8.6% 这两家公司是最特殊的 DAO也成长5% 联想跌12% 惠普跌17% 可是惠普跌17% 它低价电脑部分是衰退 可是上用机台跟 跟电竞机种销售也是成长 所以股神巴菲特一直在买惠普 那华硕是唯一逆势成长20%的 宏基被外资降平等 宏基第一季电脑销售也衰退5.5% 所以华硕的营运是完全不受影响 虽然说低价电脑销售也是有下滑 可是在商业机台跟电竞机种部分 卖的特别好 所以华硕在股东会上面 它也特别强调 今年不可能像去年有那么高的成长性 可是还是会想 拼跟去年相同的获利 那跟去年相同的获利 60块钱 不用60的 跟它打个八折 就算50块的EPS 320块都想到的 所以你看最近这两天 大盘在大跌的时候 它反而不跌了 所以华硕接下来也要配 42块钱的现金 值利率都有十几%值利率 所以目前有很多好的公司 价格都还蛮低的 但讲这么多 你如果不敢买 那我说再多也都是多余的 重点还是你要自己 去嗅到整个市场价值的味道 跟整个未来趋势的一个领先 MOSFIT 这一波 也算是最抗跌的 你看是不是最抗跌 大盘跌了一千点 根本下不来 所以说 五月营收里面最重要的焦点 晶圆制造 上下游 MOSFIT 再来海运股 你看MOSFIT是大中 捷利是涨最少的 可是最赚钱的 对 尼克森也下不来 有没有 腹顶也是下不来 所以你要压对保 从今年高成长里面 最旺的产业 下去着手 就没有错 今天泰博也起来了 泰博今天来到213块钱 一度涨了7块钱 前两天 我们也是连续两天 都通知会员 204 下去减 对300块 落了200块 业绩反而是 更上一层楼 4月5月业绩 都比去年成长将近两倍 今年光是第二季 我估应该会有超过10块钱的EPS 上半年应该就有17块钱 那去年21.3 今年应该很容易就 就会突破 那支撑 大概在200块钱这附近 指标也到低档去了 这都一档一档 赚大钱底部的个股 所以你现在要布局 不是担心害怕 你要先看到未来的发展 在行情下一步还没开始的时候 先做好卡位的动作 找未来最具爆发力的个股 最后三天要加油哦 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 我们的富山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往节气效不保 节目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至个别有价件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控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写限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的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就是你